有个女孩在网上群组泛文大身 她日前坐的士回家时 见到旧麦标上显示的设费是40元 但司机就说新标的收费是50元 因为她经常坐的士 有印象新麦标的价钱 应该是石头46元 司机就以估计作为辩解 最终楼主没有给司机开出的价钱 批评司机如果记不清楚 但可以自人翻查家务转换表 有网民批评楼主的行为 指她在西夏 楼主即时上传 新舊价目转换表反驳 而旧标40元的车资 新标的价钱的确是45.6元 不少网民直指那个司机开价离谱 有网民提醒 上的士时要留意起标的价钱 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新标 也可以上网查阅 新舊标的车费转换表 的士的新收费 在今年7月17日已经生效 据运输数的资料 如果的士的麦标还未调整 去到显示新的收费 司机必须在车箱里面展示 游运输数据发出的新舊车费 换算表 乘客必须根据换算表 来支付新的车费 的士司机收在新车费时 所发给乘客的车费收据 也必须写上 按新收费收水的车费总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